我们这一班的那个电脑程度 大概是落在哪里比较多呢 OK 看起来好像 似乎是 三分之二的同学是 选了入门 跟我们这门课的进阶 课程名称有点落差 不过也还 变成说可能 我会尽量把那个 进度 可是也不能 反正有些东西我会带 如果说选进阶的同学 那或许你可以自己回去再做做看 有问题可以再讨论看看好了 不过如果你选入门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点心理准备 因为这门课绝对不可能 让你完全都不需要做任何 就是你还是要准备一下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再不然你可能要比别人多花一点 多花一点时间去 包含就是说 课后的那个 在做 复习 那如果有些时候 你也许不完全马上听得懂 没关系啦 回去至少 影片 可能要多多再多看个几遍 那我会寄到你的信 如果你有留意没有信箱 也许我第一次会寄给各位 第二次论坛里面 其实也会转信到你信箱 那如果你手机有吃到饱的方案 你就准备一个耳机 反正随时 只要有空档时间 你就可以听听课 都听几遍 大概就其实大概我想慢慢你会有比较了解 OK 好 那再来的话上课希望哪部分为主 看到最多的是这个 高阶函数 还有一些的那个进阶的应用 所以这部分刚好是比较符合 其实我的预期大概就是就跟那个468招里面 其实那本书里面就是比较多的那个高阶函数的应用 而且是一些综合性的应用 但是有些题目可能不一定完全适用 我会挑选468招里面的一些比较 我觉得有代表性的范例 我们来解说 那这些东西的话在云端上 其实可以看到 那如果说你希望里面有一些 再进一步的说明 书里面也有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那本书买来看一下 尤其你是选入门的同学 我还蛮强烈建议的 那好像上学期有同学已经买了 那当然就OK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呢 哪部分呢 第二个比较多的大概就是这些 制定函数 VBA的制定函数 然后还有什么呢 录制聚集 跟那个VBA的境界 这三个其实就是VBA的入门 入门的部分 跟上学期的课程还蛮接近的 那我也会把 就是函数的范例里面 怎么样再延伸VBA这部分也会做说明 所以跟上学期其实上课的模式还蛮接近的 只是用的范例不太一样 OK 这边跟各位做说明 那其他还有哪一些 工作部 工作表 这个部分的话就我刚刚讲 如果说你有大量的工作表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也只能用VBA了 你用函数也没办法解决 所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 比如说你有 几十个上百个工作表 一次性的全部完成 那这个时候只能靠VBA了 OK函数办不到 所以函数部分有一个限制 另外的话呢 大量的工作表怎么样变成工作部 所谓的工作部就是说呢 变成Excel的档案 比如说你这里面有100个工作表 你希望把它按个按钮 全部变成100个工作部 100个Excel的档案 很多人都需要 像上学期六同学有提到 那这个时候当然怎么做 也许是我们 这个 这阶段的那个 然后 另外当然里面我也提到 所以如果 可以的话怎么样 可以再把它email出去 比如说你有100个 可能100个单位 100个人 他自己就 你也许你有他所有人的 那个email信箱 可不可以自己 自己email给那个人 对不对 那这样就方便了 因为之前在授险页 他们就很需要这样的范例 他们就是这样 自动客户的一些相关资料 自动呢 就依给他了 他就每个月 就可以固定时间 看到他应该看到 一些相关报表 那这样不是很棒吗 不过之前有同学 那个授险的那个同学 问的问题 他是说 可是他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寄给这么多人 但最后却被那个 他的公司的次服 email的次服器给挡住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寄的中间 一封信跟第二封信中间的间隔太短 那次服器会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恶意的 可能是骇客啦等等的 后来他问我说 我可不可以让VBA的程式跑慢一点点 中间可能可以停顿一下子 停顿个几分钟 再寄下一封信 因为程式就是跑完 他很快没错啦 可是你希望不是他快 你希望他慢的话怎么办 可不可以做到 当然可以啦 那这部分当然我想也可以当成是 我们之后上课的内容 那这个是同学提 比较有兴趣的点 那再来还有哪一些呢 跟大数据相关处理 也许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把它 看理论跟实际实际上面可以衔接进来 可以然后其他的话 大概就这些啦 还有什么资料库好像大家选的就比较少一点点 好 绘图 好 原则上就是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课呢 因为自我成长 其他的话就是业务需求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问卷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是否愿意担任那个 这个班代跟学艺 好 因为 其他上课地方 比较没这个问题 我们这边比较 劳工大学嘛 希望营造像个大学 所以 当然气氛也会比较融洽一些些啦 大家不是说 就赶着来上课 赶着下课这样子 来来来去去 像看下课感觉气氛就蛮好的 大家都开始聊天了 那所以 互相 彼此互相交流啦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比较像一个 这个大学 而且可以互相多认识一些同侪 然后彼此之间 可以互相激荡出一些 不同的领域嘛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也 我们希望 选一个 班长的话 如果有时间 最好可以 比如说参加那个什么 班代的会议啊 里面可能可以跟那个 我们比较高层的 跟他们讲说 我们这边电脑常常坏掉 像同学刚刚就 不然就常常没有网路啊 或者怎么了 那刚刚同学说 新学期会不会有新的风貌 好像没有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说 班长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尽量去帮忙 那个 而且这我们设备 很久没更新了 因为 已经大概超过 不知道 至少五年的时间了 其实 本来我下午的那个课 其实 除了说自己的时间之外 还得考量一点 因为下午的课 那个设备如果跟不上 开那个课 可能就会有问题 因为 上上学期有开过 可是就电脑跑太慢了 所以后来有同学就很聪明 就自己带 自己的电脑来 这就比较没有问题啊 不过 自己带电脑 会变成 也蛮麻烦的 所以如果你电脑 有问题的话 没有关系 不然就像有些同学 很聪明 反正他做那台电脑 坏掉也没关系 他自己电脑 没坏掉就好了 也是个方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是的话 有一位 是哪一位啊 是谁 上学期 就加龙 是吗 那我们就鼓掌 好不好 这样最快 那加龙上学期 其实就有帮 帮我们这一班 当班长 那其实 非常的好 就是整个 而且常常 有去开会吗 那时候没有 没有啊 有一个结果 因为后来才知道 坏了 陆续坏很多 对啊 对啊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坏很多 那这学期的话 其实如果有坏掉的 是不是有什么机制 因为我发现好像 不知道人又做了 做了又开又坏了 那其实 什么机制 比如说可以贴一个什么 故障贴纸之类的 让同学知道 反正故障了 就不用再去做那个位置了 然后呢 也可以报修了 因为我们这边人力 好像很精简 而且经常 那像 之前有替代艺 好像也常常换人 所以之前 遇到过是 来上课的时候 没有网路 然后替代艺又是刚交接 那他也是状况外 他也不知道说 到底为什么不能上网 好 诸如此类的 可以 然后 但是 除了班代之外 我们还需要有个学艺 所以那个学艺的话 目前看到 大家其实还蛮踊跃 有六位同学 那这六位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吧 六位同学 到底是哪六位 是否担任 然后我把这个给筛选一下 好了 这边 如果是 这边可以 他这边有一个资料 里面有一个筛选器 筛选里面的话 我可以把它筛选 是可以考虑的 总共有六位 那这六位同学的话 是 秀慧 OK 然后文棋 上学棋 清华 是 好 然后 晚真 好 秀花 紫樱 帮忙 担任 那个 那不然 六位同学 要不要就是互相推派还是怎么样 还是 哦 然后 还是要投票 不用投票了吧 互相 好 不然就是那个 秀 秀花 帮忙担任 那个学艺 OK 那我们就给他鼓掌一下 好 好 因为我们这边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是秀身 所以如果是新生 这学期第一次来上课的话也不用担心 有什么问题的话 同学其实大家都还蛮 愿意互相帮助 那再不然就是找一下那个 我们的嘉隆 跟那个 秀花 OK 那这边 其实同学 蛮多同学都 蛮 蛮 资深的 至少有些还 我是年资最久 我是八年 现在有超过十年的也有了 因为这边其实来 去 大家其实学习 会经常 来来这边 那 另外就是 我们上课的东西 这边有一些 资料 就是我们写在那个 白板上面的东西 那我们大概 今天的话 也许 我们就先从那个 这个 468招 这边也有了 或者你从云端白板里面 点击 问题01 里面有一个进阶函数应用 与VBA设计 那 特别讲一下 就是那一本书 它有提到 进阶函数的使用方法 还有相关说明 但是呢 它没有提到VBA 可是VBA 大家也都很有兴趣 想学习 所以这个部分 我会额外补充 那补充的方式呢 就会直接怎么样 把它放到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单元 是文字函数嘛 那如果我讲过的话 比如说某一个 这个范例 转扮型的 那我会额外在 这一个档案的旁边 会产生一个 文件档案 这个就是我们的云端的讲义 那云端讲义的话 当然我是每一个 每一个分开了 如果你想要把它 从集结起来 那可能你之后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或者是说呢 像有些同学 花比较多时间 整理出你自己的笔记啊 因为我整理的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重要的 但是有些部分 可能你不见得说呢 有些地方我讲了 但是我没有做的话 你可以自己来 把它补充上去 那大概不外乎就是说 会放一个 到底做什么的一个图 我会把它截图 那里面有相关的VBA程式 你帮各位放在这里 然后有些相关的按钮在这里 也会 就是会有一个答案 在这个云端上面 所以我的 所有的那个教材 都无纸化 不用印出来 基本上你在云端 那前提就是说呢 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使用云端 那上学期有上我的课 或者是上我 上过我的课同学 应该都会慢慢习惯 因为基本上 完全都无纸化了 然后云端 占的 这个比重还蛮大的 所以 有网路的话就非常方便 OK 好 这个地方跟各位说 待会的话也许 我们会再找 里面的范例来做说明吧 或者是说 可以先做一些 简单的复习吧 像 这边有几题 之前有讲过的像什么 刮壶中 截取那个 字串 不知道各位还没印象 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比如像这一题 下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大概简单复习一下 如果你忘了差不多的话 你可以再试作看看 先不要去看答案 比如说把这个下载 下载上面有个箭头 打开它 它下载下来就是一个 那这边有个启用编辑 启用编辑之后的话 这边会告诉你说 做出来的答案 是长这样子 也就是说 把刮壶里面东西搬过来 OK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先把 因为有些 我是没放答案 有些会放答案 那你这个地方把它删掉 重新试试看 那方法当然很多 至少比如说 你可以用内建的函数 那主要是文字函数 那这边其实主要会用到 两个文字函数 一个是第一个 找刮壶的位置 第二个呢 找到位置之后的话呢 把刮壶位置的下一个 切出来 然后再找后刮壶的位置 把后刮壶的位置 减掉 前刮壶位置再减掉一 为什么减掉一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位置 那个前刮壶的位置要扣掉 就会抓到中间的 这个刮壶里面的东西 所以会用两个函数 第一个find 第二个会用到mid 那里面的话 可能还有一个错误讯息 就是因为find如果find不到 会有value错误 所以要把value错误给过滤掉 所以会用第三个 会有个ifl 会有三个函数 除了这内键函数之外 vba怎么做 也许就是再把这个 Ctrl键按住 拖拉 这边把它改成vba 那如果我希望呢 这边按个按钮 全部一次就完成的话 那这个就需要用到vba 那vba怎么做 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个到第十 第二列到第十列 中间的话 也是这样寻找前刮壶的位置 寻找后刮壶的位置 切出你要的东西 放在你指定的储存格 那程式怎么写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你熟悉这种逻辑的话 你讲完之后 程式就写完了 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的话 我相信 你将来的发展 应该会非常好 因为之前跟有一个老师在聊天说 其实 他意思是说 其实 虽然我不能给你年薪百万 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样 让你的专业技能能够提升 让老板给你年薪百万 是不是 那才是比较重要 他说 他其实蛮多 跟另外比我更资深的老师 聊天的时候 他说 他学生很多 都发展的都非常好 藉由技能的提升上面 因为你技能提升之后的话 将来发展 其实当然 就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也是希望这样 其实我的学生 也蛮蛮好 我希望 在座各位 以后会出一些 这个非常棒的 OK 好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 把那个云端 慢慢习惯了 我的东西都在这上面 所以往后的 每一个一到九 好 不过 跟各位讲一下 468个 要把它全部讲完 是不可能的 我们没有那么多 除非我们有468次上课 不过我们只有18次 所以我会挑里面 比较有代表性的范例 然后也是一样放在这边 流程大概 这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 后面有1到7 分别就是什么呢 表单设计 这个上一学期有讲过了 进阶的就是说怎么样在 VBA里面设计表单 可以做一些输入的界面 然后跟资料库连接 另外的话 这个第二阶段 资料拆解 工作表 合并 合并的话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要变成一个 或者一个变成很多个 分分合合 然后还有什么资料查询 网路上面抓资料 或者是说 做一些大量资料的分析 跟查询 或者是跟工作表相关 这个跟工作表输出 跟到工作部这有关系 也许我的课程规划 大概会是这几个方向 那请各位稍微 那这些东西都在上面 GO.GO 第二个连结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许呢 你们就可以先找到那个 等于是稍微复习 我记得那个 刚刚讲的151 文字函数151 那一题 上学期有讲过 所以也是做一个复习 那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说 整个上课流程 那这里面每一题 其实都会用类似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 用函数怎么解 函数解完呢 有没有可能用 VBA来解 那VBA怎么写 这我想各位可以先 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云端上面的资料 那之后我们会 一个一个慢慢的 来跟各位做说明 44年 多久 2 nos 4 4 一个 10 16 1 16